大家好,又到了每日一字课堂的造句课。 昨天,明燕教大家用摆组词。 摆都能组哪些词,你还记得吗? 今天,我们学习用摆造句。 造句前,我们先回忆一下昨天学过的词。 接下来,我们就用这三个词练习造句。 一百,妈妈给了我一百元。 百货,昨天我们去了百货商场。 百岁,小花的爷爷是一位百岁老人。 这是关于摆的三个造句。 你还能用摆造出哪些句子? 一起来练习吧! 今天的每日一字课堂下课了。 明天是摆的复习日,我们不见不散。 拜拜!